我們先喝一杯 要裝裝 我們現在的場景是在 紐西蘭的南島大城市基督城 在我旁邊的這位是孝生 嗨 大家好 孝生是看我的Youtube的粉絲 是寶哥的粉絲 好開心 今天竟然跟粉絲在基督城見面 然後我們現在在一家日本料理店裡面 吃晚餐 趁著餐還沒有來的時候 想說我就先跟孝生來聊天一下 孝生你是什麼時候到基督城的 大概三月底吧 今年三月底 三月底的時候來 所以其實算一算 將近要兩個月了 要兩個月了 那你覺得 目前為止來到這邊之後 給你的感覺怎麼樣 其實我覺得基督城 滿漂亮的耶 滿漂亮的耶 因為跟台灣的那些大城市比起來的話 我覺得基督城滿美的 然後每個人都不是住在大樓裡面 大家都是一棟一棟自己的房子 然後都有前院有後院 就是你理想中那種歐美國家生活狀態 對 因為那時候你看影集 不是人家講說什麼 我要去後院玩 我要去前院整理院子 花園這樣 然後我就 哇原來就是長這樣耶 那你覺得這個城市的樣貌 跟他的生活型態 符合你來之前的預期嗎 來的預期 其實我後來就有片面大概知道說 他們大概工作都到 好像三點還是四點就結束了 然後他們都很早起 就早睡早起這樣 然後我覺得他們如果很早下班的話 也比較多時間可以陪 陪家人 我覺得這件事情是不錯的 而且他們也不會有那些 就是工作以後不會有一些那種 什麼喝酒文化啊 就他們要去交際營種那些沒有 他們去晚上下班以後 他們要去喝酒都是純粹就是 我就是跟我的朋友一起去這樣 所以我覺得這樣 比較沒有工作壓力 所以就是 其實你來之前 你本來就是已經 在社會上面工作很長一段時間了嘛 對不對 做很長 台灣都要加班 所以你就會很明顯的發現 這裡的生活上班的文化 跟台灣的差別很大 不一樣 真的他蠻多的 就大家比較在享受生活 那所以你喜歡這邊的節奏步調 老實說會有點不太適應 因為這邊就是 沒有像台灣那麼多好玩的事情 沒有那麼多 可能我還不太熟悉啦 但我覺得如果認識朋友的話 可能也會很好玩 但我覺得他們這邊比較多 是能夠親近大自然 去走戶外 但我現在還沒有這個機會 但希望就是 之後如果有假期的時候 我就可以去南邊 南邊一點 你要不要多對著鏡頭說 我害羞 你一直看著我 沒有對鏡頭說 人家觀眾都看不到你長什麼樣子 我就我害羞 你害羞什麼東西 那我們先聊一聊 就是你來之前 你在台灣是做什麼工作 我大概做了五年 在建築事務所 然後六年的時間在學校 在大學 思科教書這樣 那所以你現在來這邊學英文 對 就是在進 其實因為如果在台灣工作 就有點工作倦怠 我覺得 所以就想說要換一個環境 然後來進修一下這樣 那所以你在這邊學英文 最後的目的是 你希望可以留下來嗎 還是 就是順其志 順其志 對我是希望可以留下來 然後如果真就是如果有 最後還是回去台灣的話 至少我還有第二轉場 就是我還是可以 對啊 至少英文變得很厲害 對至少可以 對 很有一個技能 所以你現在自己覺得 你自己遇到最大的 關於英文方面的問題是什麼 是不敢講 還是聽不懂 還是持不達意 還是怎麼樣 呃 現在喔 因為我才來兩個月啦 然後真正有在上課 一個半月這樣 所以我大概都聽得懂 老師在講什麼 然後可是就是 如果要表達 我想要表達的話 我覺得老師也都聽得懂 我要講什麼 但是沒辦法就是很順的講完 就是一段話 所以我覺得 這個可能是之後 我還要再繼續努力的部分 然後我的目標 就是希望我可以聽得懂 有些人在講什麼 他語數真的很快 然後那個口音又有點 我聽不太懂這樣 所以我希望 所以我希望我的目標 就是我可以 呃 去跟就是 紐西蘭當地的人 可以聊天講話這樣 嗯 所以那你 你預計這個目標 大概是多 多久之後 這個喔 因為我朋友 就跟我講 三個月後啦 哈哈哈哈 對 三個月後那其實很 很厲害了耶 三個月後可以就是 你在思考的時候 能夠就是用英文去想 然後不要就是 變成是中文轉英文這樣 我覺得這個是我要努力的部分 我希望我可以在三個月後 可以達到這個目標 好 那我們最後啊 我們菜已經來了 要開始吃很餓有沒有 那最後最後就是 你要不要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說 呃 以你一個過來人的身份 對 那如果說大家從台灣 要過來這邊的話呢 你覺得最好就是比如說 做哪些準備或者是 怎麼樣就調整好自己怎麼來 就是你有沒有一個什麼 過來人的經驗 去跟大家做分享的 就是做就對了耶 因為我覺得有時候 在台灣就是 要準備這些事情 會幫手幫腳的 然後就是要有一個契機 那那個契機可能就是 你的動力 你就衝就對了 你不要就是 害怕這個害怕這個 然後最後就 都一直遲遲不敢 因為我也是在台灣 把工作都辭掉 然後我就 就飛過來 哇塞 那也是一個動力 哇破釜成座耶 好大的決心喔 對啊 就把工作都辭了就過來耶 因為我就想要陪我男友 欸 佩服佩服 為愛走天涯 不錯不錯不錯 好啦那我們乾一下 我們來吃東西了 祝你在基督城一切順利喔 好謝謝寶哥 好啦我們吃東西 拜拜 拜拜 拜拜